昨天 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顺利完成穹顶吊装 标志着该项目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 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机组批量化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此次吊装的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穹顶重量达225吨 作为核电站安全的重要屏障 是保证反应堆厂房完整性和密封性 实现固有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羡慕建设团队采用了整体吊砖工艺 利用建筑信息模型等智能核电建造技术 确保重顶精准就位一次吊砖成功 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 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六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 一系工程两台机组已开工建设 六台机组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500亿度 每年可减少标煤消耗1512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160万吨 相当于植树造林11.3万公顷